多乐故事 保护牙齿 爸爸在客厅里看电视 妈妈来到了爸爸的身边 甜甜现在是刚换的牙齿 以后她吃东西一定要注意 哦,那只能说甜甜长大了 都换牙了 是啊 不能再给她吃巧克力糖什么的了 容易蛀牙 对,牙齿最重要的 一定要保护好 碳酸饮料也不能喝 一会儿我要出去买菜 你在家里一定要看好甜甜哦 没问题,交给我吧 甜甜趁着爸爸妈妈不注意的时候 溜到了厨房里 不让我吃 我自己偷偷过来吃 甜甜在冰箱里翻着 爸爸来到了她的身边 甜甜,你在干什么呀? 我,我,我,我没干什么呀 没干什么,你跑到冰箱在找什么呢? 我就是肚子饿了,想看看有没有吃的 我看你是肚子饿了 我看你是嘴饿了 妈妈妈妈妈妈下一顿 我妈妈妈妈对了 那好吧,就一点点哦 爸爸给甜甜拿了一个蛋糕 他们坐在沙发上吃着 这时妈妈从外面回来了 好啊 甜甜爸爸 早上我不是说过的 要注意饮食的吗 我 嗯 我就让他吃了一点点 那也不行 气死我了 妈妈 不要生气了 我只是吃了一点点而已 甜甜不是妈妈不给你吃 只是你刚刚换的牙齿 如果不注意的话 很容易会长蛀牙的 而且对牙齿非常的不健康 我知道了 妈妈 这次不能怪爸爸 这是我的错 我不是要怪谁 只是想甜甜牙齿好一点 不然到时候生了蛀牙 去医院拔牙的话 会非常的疼的哦 甜甜妈妈 不要生气了 我以后一定会注意的 是的妈妈 我也会注意的 不会让自己蛀牙的 嗯 我也会监督甜甜的 对 我也会擒刷牙 你们说的 一定要做到哦 保证做到 哈哈 那我就不生气了 从那之后 甜甜一直都注意着 自己的口腔卫生 哦 别忘了 嗯 别忘了